让基因的婴儿出生不但需要严格的伦理审查,且技术上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充分解决,这样的冒进,对于基因技术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财经记者赵天与贺涛文王晓,人类突然被告知迎来一对基因婴儿,在2018年年末,刻画片的鬼秘场景成为现实,人民网消息,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婴儿于11月二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他们出生后,极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当天,贺建奎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峰会,正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技术用于疾病医王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但是,这则科学成果的报道,只带来了短暂兴奋,很快便引发了公众对人类基因的伦理,安全担忧。 基因用于人类生殖细胞是科学界的禁区,就像克隆技术不能用于人身上一样,在各国都有一条不可随意逾越的伦理红线。 真的感觉这个太冒劲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就正告诉财经记者,这次科研完全可以用其他灵长类动物,以其作为碳艾滋病动物模型。 你能用经营人做艾滋病攻读对象吗? 可以说从实验世界和科学目标上,追求的极是新闻性,而不是实验总体的完整性。 突破的不是科学前沿,而是伦理学的底线,造成人们对生物技术的恐惧和抵制。 来避伦理追问,基因因而诞生的消息传出,被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方舟自称为,关键是一开始就错了。 科学界最关心的莫获于,谁给了研究者这一权利,能够将这样一项研究应用到人体,最关键的在于伦理审查。 网上便流传一份来自深圳和美富尔科,对于该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申请书。 日期是2017年3月7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意见称,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按相关规定,涉及到人体的基因研究,在启动前需要通过计划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不过,沈正和美富尔科人士,对财经记者说,这份文件的真伟目前还不清楚,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孩子不是在我们这边做的,也不是在我们出生的。 财经记者联系基因婴儿的研究者贺建奎,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其邮箱设置则自动回复趁,11月26日到29日,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居国际人类基因组峰会。 内经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欣庆向叹经记者,强调了知情同意的重要性。 受试夫妇是否真正做到了知情同意,值得怀疑。 按理说,基因可能引发的潜在安全风险,研究人员应该如实被告知受试者。 基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那这一个,也许会对其他的功能造成影响。 这个客观事实,应该告知受试者,另外,为了避免这对夫妇的孩子感染HIV,基因是否是唯一的选择。 作为规范的知情同意书,需要摆准,黑字注明。 另外,一旦胚胎接受了基因,后续如果反悔了是没法改的,像泼出去的水,不可中途退出。 在行药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可以中途退出或换药。 但胚胎接应后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终生的。 知情同意书需要涵盖上述方面,遵循充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 接下来,研究者提出准备进行胚胎的基业,准备招募怎样的受试者, 并离好知情同意书,拿到机构伦理委员会去审查。 而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以及能否真正做到,知情同意,是审查的要点。 如果得到批准,才能去开展临床研究。 如果伦理委员会认为,该实验的风险大于收益,则事业无法开展。 根据何建奎向美联社提供的信息,胚胎的基因,发生在体外受精阶段。 首先,精子被洗脱下来,以便与可能潜伏着艾滋病病毒的精液分离。 随后,单个精子与单个卵子结合从而产生胚胎。 在这之后,研究者即可开始对胚胎的基因,在胚胎发育的三天到五天,研究人员会取出一些胚胎细胞进行检查。 参与此次研究的夫妻可以选择是否使用霍卫的胚胎进行怀孕尝试。 总体来看,22个胚胎,中有16个被实施了基因。 其中11个胚胎进入了妊娠过程,最终,露露和娜娜诞生。 我不反对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去出货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们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 就是非常荒唐,违反伦理的。 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把点就要把它改掉。 否则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 何况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岂能为了预防爱滋病这种小概率事件,就让婴儿天生失去一项正常生理功能。 方舟子告诉财经记者,一位认识贺建奎的生物科技领域专家一操之过急,来评价这次研究。 该人士回忆,几年前,中山大学在人寿今晚中开展基因后,国际上在华盛顿宣言中表示,允许开展疾病为目的基因临床试验。 但是不能上临床,让计业的婴儿出生,还是需要严格的伦理审查。 国际上对人类配他基因技术跃跃欲试的科学团队并不仅此一家。 在2015年初,中国一个科学团队率先使用CRISPR-COS9对人类不能正常发育到其受精软进行计验,刺激了许多科学家和组织,澄清他们对使用方法的立场。 导致世界范围内对基因技术已经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随着基因实验的开展,国际上初步确立基因的伦理红线。 2017年8月3日,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联合具有遗传学专业之时,的11个团体和国际组织发表了联合立场,阐述了人类生殖细细胞基因问题的三个关键立场。 第一,在科学、伦理和政策的诸多问题,尚未有答案或许的共识的情况下,目前,以怀孕为目的进行生殖细细胞基因是不合适的。 第二,为了基因应用于未来临床服务,当下只要有效监督,并得到捐助者的知情同意。 没有理由禁止人类胚胎和胚子的体外生殖细细胞基因,也不应该禁止公共资金对此类研究项目资助。 第三,人类生殖细细细胞基因的未来临床应用不应该进行,除非存在令人幸福的医学理由,支持其应用于临床的证据基础,道德上的理由,以及公开透明的程序征得利益。 由官方的意见,业内较为统一正统的还有,2017年美国科学院公布的人类基因,科学,伦理以及监管,Human Genome Editing, Science, Ethics, Under Governance,其中指出可以在现有的管理条例框架下进行,包括在实验室对体细胞,干细胞系和人类胎态的基因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试验。 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宇的财经记者称,基因用于生殖细胞是伦理的禁区,就像克隆技术不能用于人身上一样,技术风险多大。 这项科学院项目中,提到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人类非胎的体外受精,采用CRISPR-COS9基因技术对受精乱的CCR5基因进行经验。 通过各项签调和诊断,最终生产CCR5突变的健康孩子,贺建奎向美联社表示,实验表明,这对双胞胎的其中之一两个目标基因拷贝都被成功改变,但另一个只有一个拷贝被改变,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基因受到了伤害。 技术上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充分解决,网宇对财经记者分析,比如脱发性问题,这个工作打保了这个叫CCR5的基因,但是有可能会打偏,干扰到其他基因,比如有可能激活某个癌症基因,其中一位婴儿不仅CCR5没有发生有效,却承担了打偏到其他基因的风险。 令人震惊,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生育中心主任,可能是人民特聘教授孟立曾给财经转文称,将基因技术引入人类黑胎的安全性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拖把效应,因为所有基因工具都是可编程的核酸酶,如果设计的核酸酶一旦拖把,有可能另外一个基因被诱发突变, 导致可能与把基因突变预期的结果或小的效应或表形,这样的意外的拖把突变可能导致细胞癌变或丧失功能。 辅助生殖技术的对象就是生殖细胞或胚胎,其遗传修是永久性的,而且会遗传给下一代,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的多项研究工作,都指令于减少拖把效应。 第二是潜伏体问题,当使用基因技术时,出现相合体和不完全的基因组把,像是相当普遍的,因为大多数CRISPR基因系统更适用处于细胞分裂时期的细胞进行基因组修是, CRISPR基因系统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领域,同样伴随着脱把效应及胚胎细胞的切合体问题,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移植胚胎的基因表达基因儿的健康。 生殖细胎基因后的临床风险评估复杂且困难,由于内细胞团中可能存在的染色体切合,生殖移植可能无法百分之百防止某些遗传疾病在后代发生,以至于出生后,儿童期或成年期后,可能仍然受到了遗传疾病影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正告诉财经记者,之前有研究,CCR5基因突变的人,对于切尼罗核病毒,以及流感病毒的抵抗力或显著下降,这个不是免疫疾病,而是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人的基因,让人一辈子暴露在另外一些威胁而常见的病毒风险之下,想想太可怕了。 2017年2月,贺建奎在在科学网,曾就人类贝塔基因转文称,CRISPRF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或制造基因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如今,这份成果被学界认为言行前后不一致。 上述任时贺建奎人士也认为,尽管该研究中,基因技术比三年前更安全一些,还要看具体的检测方案。 另外,这次研究选择的基因疾病种,也不是最后级最佳选择。 CCL5有重要生物学功能,该基因并不完全阻止HL5感染,艾滋病可防可控可治。 之前最著名的基因案例就是,中国科学家成功地修改了中海型品写基因。 在方周子看来,这件事和之前那次完全不同。 携带地中海型品写基因,会让婴儿得病,将它改成正常基因,避免了坏病,是可以接受的。 而这次修改的是正常基因,携带该基因并不会让人就得艾滋病,得艾滋病是后天行为造成的,不是天生的,将该基因去掉,反而让婴儿天生,就有某种免疫缺陷,是不人道的。 这样的冒际,对于基因领域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可能让这个本来很有前景,甚至改变世界的新技术遭遇不必要的挫折。 王瑜对财经记者说,基因用于体细胞代表了基因领域,一个技术趋势,目前已经由临床试验在开展。 其次,安全性的隐患大家也在努力,地通过改进,升级技术系统来解决。 另外需要告诉大家,科学界整体是很严谨自立的,这只是极个别现象。 目前,美国一家名为FanBaba的基因公司,在用一种类似的基因技术,是血液细胞中的CCR5,用来艾滋病。 目前在临床的儿期,王瑜说,这样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推动领域的进步。 通过基因,虽可实现避免缺陷因而出生,增进人类健康等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对生命、人格尊严构成挑战,严格好业内监管与质量控制。 是政府职能部门面临的新挑战,有专家建议,因依据该技术应用的不同类型,明确监管的权威机构,并需完善操作环节的技术规范。 掌心请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应该尽快组织专家成立特别小组,秘定基因临床研究的伦理指导意见。 目前这部分仍是缺失的。目前,中国的只要有伦理审查委员会,就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审查。 张欣庆提议,涉及后代的胚胎基因临床研究,应该由去与伦理审查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伦理分析论证,而不是研究者随意找到一家伦理委员会并通过审批,就可以开展临床试验了。 方舟子则认为,应该禁止并触发该研究者,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财经杂志独立出品。 独家首发于今日头条平台,谢绝。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